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凯的倡导者们 他们究竟想把金凯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形体 干脆的说吧 他们的设想 也就是他们设想当中的金凯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您看 我现在手底下就有一篇我刚刚在网上荡下来的材料 这就是金凯的倡导者们的一些设想 今天想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同时也给我们谈谈您的一些意见 好不好 看了他们讲的这些个设想呢 你还不知道金凯究竟他们设想是什么一个形体 什么一个样式 对 我看一看这个材料啊 这个材料我看过 这个材料我看过 您也看过 这是一部分 很多的 这大概就是叙语的一个假话吧 对对对 如果印象不错的话 对 这个我们在前面节目当中已经谈到个金凯这个问题 确确确实最近呢 又闹得沸沸扬扬 嗯 关于金凯的这个一些文章发了很多 我也有时候看一看这些东西 嗯 你提到有很多的说说大量的文章 是持有一种否定 对 不承认 对 或者一种批评的这种态度和口气 嗯 有的人就是这个 看完之后这个金凯的东西之后 就是怒火中烧 嗯 就是非常的激动气氛 对 我觉得这也大可不必 嗯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嗯 这些东西如果是好的 嗯 你反对也没有用 将来它也会留存下来 对 发展起来的 对 如果是坏的东西 你不理它 也没有事 嗯 叫见怪不怪 奇怪自败 嗯 你不理它 它也成立不了 嗯 我只是说最近看到那些个 批评金凯的那些文章啊 嗯 就觉得好像格学骚痒 嗯 没有说到一个非常呃 关键的问题上 嗯 没有把它彻底的呃 说清楚 对 哎 只是气愤有余 而论理不足 所以我看了这个 在听了那些文章 在看了那些文章 我觉得就不明白了 对了 有时候你弄不清怎么回事 对 我们好 你们就是你下载的这个 这个东西的局部这一点 呃 谈一点我的看法 呃 以前不是谈过一些东西吗 难免有雷同之处啊 嗯 但是我们呃 可以再具体的说一说 他这个提法怎么 怎么一个错误 嗯 对 你比如他说啊 呃 开始他说 金凯在点画上要有心意 使凯书线条进一步丰富起来 这不是很好吗 这是正确的废话 啊 嗯 比如说金凯在点画上要有心意 嗯 心意是什么 是抽象的 嗯 就是你不明白 对 怎么个心 嗯 他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嗯 比如说 他说是凯书线条进一步丰富起来 嗯 难道唐凯线条不丰富吗 嗯 另外说线条这句话 本身就是美术语言 对 放在书法里就不合适 现在啊 鸡飞成事 大家都这么说 嗯 麻木 也没有人去深究 嗯 深究一下就知道 说线条 这种词语 使用美术语言 放在书法里 并不合适 嗯 说点话 嗯 比如点话囚禁 你要说线条囚禁 听着就憋你 对对 是吧 对 比如说 他说 使楷书线条进一步丰富起来 这句话 肯定 等于否定原来的楷书线条不丰富 哦 他有这么一个 那个这个暗喻在里面 嗯 另外 他说金凯在阶体上 要有金人的自由自在的精神 那是抽象 嗯 子虚乌有 金人的自由自在的精神 是什么 嗯 能说具体了吗 对 你说不清楚 你说 那个时期 写唐凯的人 包括过去写卫碑的人 你说他们的精神 不自由自在吗 这显然 这个话说的 就是 这都是一些个呀 站不住脚的话 嗯 比如说他又说 都说楷书是站立的人 可是我们站立的姿势 可以是立正 也可以是少西 嗯 还可以像服装模特一样 摆一个漂亮的姿势 这就 他又说的这个 金凯的发展将来是这样的 嗯 他不是立正的 是少西的 嗯 他说呢 呃 就像模特一样的 摆出一个漂亮的姿势 你看 这个 这些话呀 都似时而飞 嗯 施境这里边 更重要的是 偷换概念 哦 偷换哪个概念 其实呢 他说都说 楷书是站立的人 嗯 谁说的 嗯 都说 对 他在笼统的 是你在偷换概念 是我们最早知道的是 苏东坡 哦 宋代苏东坡 他说过 真如利 哦 真书 就指的是楷书 嗯 也叫正书 嗯 真如利 嗯 行如行 嗯 这个最后说 草如走 嗯 走就是跑 嗯 古代的走字 就是跑 嗯 三十六计走为上 跑 跑掉了 啊 那么草 真正的说到跑 是叫奔 哦 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这里边说的 他偷换概念在哪里呢 人家苏东坡讲的 真如利 真书 如同 战利 嗯 现在他敢叫金凯 他不说 我这叫金真 嗯 今天的真书 他不敢敢说 嗯 因为真字的 这个字 太明显 嗯 真书 就是过去叫 真草利传 嗯 叫凯 这才多少年了 嗯 最多是明清以后教的 嗯 在宋以前 都是真 唐朝书 啊 这个这个晋朝书 都叫真书 哦 那时候还没有凯书之称 哦 所以真如利 这个真如利 肯定是指的是利正 嗯 他就做你这空子 嗯 反你没有说两条腿立着 还有一条腿立着 他说 我就理解 一条腿也是立着 少兮 少兮 这位是立着 实际 那是已经跨出一步去了 对 如果那条腿再往前 也这样跨前一步 人就要摔倒 对对对 就不稳 对 所以真如利 是指的公凯而言 嗯 公凯 但是他呢 就钻你这空子 嗯 他就说 我们叫金凯 我们不必那么严格 哦 这就是这么一个 里面在 实际上就把凯字 跟真字一换个 概念就转换 嗯 本来我们知道凯也是 凯模 规范的意思 嗯 但是今天说到凯书是 因为社界都有 心凯 凯行 等等 所以就好像给 能够啊 有一点灵活性 哦 于是他就 作孽着的灵活性 然后他就拿出来 说出一个金凯来 哦 你要说金真 金正 他这么说的话 因为正书嘛 你少期不是立正 对 你都说不上是正书 对 所以他不敢叫金正 对 因为真书 必须是真正的 还得有个正子在里面 所以他总是挥避这个正子 嗯 所以很多人批评 现在的正书展 正书展不正 嗯 就是连评委 在作者 都不去按照正书的 这个规律去写 嗯 写的大部分都是 形凯 这么一个阶段的东西 哦 这是一个问题啊 然后他说 像模特一样 摆出一个漂亮的 自写姿势来 嗯 大家知道 我们用凯书 写出来的汉字 千姿百态 嗯 怎么见到都不漂亮 怎么见到 它不是一个造型 对呀 它当然是漂亮的 一个造型 对 每一个字 都有每一个字的造型 比如我们写一个 凯书的签字文 嗯 你会看到 这一千个字 真是各有姿态 对 各有美妙 对 所以他呢 现在说了 我们可以 再搞出一个漂亮的姿势来 等于否定原来的凯书 嗯 没有漂亮的姿势 这对边都有其用心 丁凯在布局上 可以借鉴星草的优势 使凯书称为艺术品 你看 偷换概念 嗯 那么你到底承认不承认凯书是艺术 嗯 如果你 你知道凯书不是艺术 你要把凯书变成了艺术 性质已经变了 对 如果唐凯不是艺术 嗯 我们说过 一切艺术都是美的 对 但一切美的不都是艺术 对 本来是这么一个关系 对 你不承认艺术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承认凯书美就不可以 对 但是一旦你认为当初的凯书不是艺术 你今天把它变成艺术 性质变了 概念变了 是不是这么问题 对 所以他说呢 要使凯书称为艺术品 然后说 使布局呈现出大小参差错落的变化 给人一种艺术的美感 这就是当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书法界的一个命题问题 比如说 新草书入展率特别高 就搞一次展览 新草书入展率很高 嗯 可是 凯书入选率特别的低 为什么 就是有些人认为凯书不是艺术 哦 因为他一旦 只从艺术的角度来 审视书法的时候 他就感到 那框草 肯定比一般草书 要显得更张扬 对 更有气势 对 那么草书就比新书 显得更活泼一些 对 那么新草书比其楷书来 肯定更要活泼 对 因此 他拿艺术这俩子一套 楷书距离的比较远 嗯 他不懂楷书之美 不能用艺术这样子去套 他不懂 对 因此 他拿一个艺术框的挨个框 哪个不符合 哪个就拍出 于是首先拍出的是楷书 嗯 这就是他这种 他拿给人一种艺术的美感 嗯 那么过去楷书呢 等于他觉得没有什么美感 嗯 就是规矩写字而已 这只有不懂楷书的人 才说出这种外行话来 嗯 再看看啊 他下面说 金楷要能够传达人的感情 要表现出感情 你看 他说金楷啊 要能够传达人的感情 那么就说原来的楷书 没传达 不能传达 你说这是个 对 这是荒唐糊涂到什么程度 对 就是说他对楷书几乎一无所知 那欧阳勋的九成功 嗯 柳公圈的宣美塔 燕仁卿的麻姑仙谈记 嗯 包括赵孟福的胆巴碑 那怎么不能传达感情 对 包括汪熙之 于是难处 虽良 等等这些人写的楷书 哪个不能传达感情 如果不能传达感情 那还叫什么书法 对也不会流传到现在 对 那么多人喜爱 对 他居然说那些东西不能传达感情 只有他要搞得精彩才能传达感情 荒唐 嗯 看后面他又说什么 他说精彩的书写 素 精彩的书写速度 能否进一步改革 你看他怎么改革 速度可以改革吗 是吧 这个这个话听着就是不通 速度可以改革 速度只有快有慢 对 改革是什么呢 改革就是 汤凯星比很慢 卫卑星比很快 我们的金凯创作 能否可以像卫卑一样星比再快一些 都像汤凯一样 缓慢星比 容易导致僵化 胡说 唐凯和卫卑 星比速度差不多 看欧阳勋的九成功 华杜斯 看燕真卿的 大麻姑 包括燕琴礼卑 包括他的什么东方说华赞 你审视一下卫卑的 郑温公 郑温公卑 张猛龙卑 张赫如卑 这些极品 用笔速度是一样 只有你外行人才说 卫卑比 汤凯用笔速度快 这是瞎说 所以说 卫卑的真正的用笔 也是凯数 因此我们广义的说 卫卑也是凯数 他放在一起 他的用笔速度是一致的 何况汤凯 他起家 很大的程度 就是借鉴了卫卑过来 怎么可以把汤凯和卫卑对立起来说 这是错误 因为 因为这个 卫卑是祖 是富 那么 汤凯是子是孙 只是汤凯又在 祖富的基础之上 又发展了 又使他更加完美 更加科学 是这么个关系 说的人有提到 齐公先生说的一句话 当说到 凯书的基品 就汤凯的基品 欧阳勋的九成功 那么说到 卫卑的基品 说到张猛龙 齐公先生这样比喻 很恰当 他说 张猛龙 极小成 九成功 极大成 你看 齐公先生 那是专家 那讲的话是准的 所以 这些人他不懂 这些精彩的创 这个创造者们 在这里 信口赐黄 然后 他又说 改革 就是把速度提快一点 速度的改革 本来这就是一句 并语 再加上呢 就是要把 这个字 写得快一些的 这叫什么改革呢 对呀 你看他 继续往下说啊 金凯可以向星书 吸收一些东西 向星书靠拢一点 有星草 也应该有星凯 注意这句话 有星草 也应该有星凯 你到底是叫星凯 到底是叫金凯 对 他说有星草 也应该有星凯 他不知道 早就有星凯 对 我刚刚说 你感觉的是对的 他不是一百年 二百年 甚至远不止一千年 早就有 随着凯书的诞生 很快星凯就出现 星书 凯书 在这个当中加着星凯 凯星这阶段 早已就有 至少到现在为止 一千六七百年 他这时候还不知道呢 他说 有星草 也应该有星凯 也应该有 他不是早就有星凯 因此 他所说的 向星书靠拢一点 就是把凯书啊 再快速的写 再星书化一点 诗境这是古人早已经有的东西 用不着您在这啰嗦了 是吧 对 所以我们今天呢 看这些东西 觉得很可笑 所以就说有人说 我看完了这个金凯的这些提法之后 我拨然大怒 甚至拍案大怒 问我有什么感觉 我说 我哑然失笑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一字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蓝字 这个蓝就是蓝花 蓝草 这个蓝字 朱居梅蓝 这个蓝 我们先用凯书演示一下 这个字的一个规范字的写法 当然我们指的是繁体字 大家看是这么样一个写的一个蓝字 这个蓝字是一个规范的写法 草头门子里边一个简字 但是实际上 在前辈书法家写这个蓝字时候 我们就说凯书啊 里边不再写成一个简字 直接写成一个冬字 我去想 古人一定是觉得 直接写个冬字 并不影响认读 它是个蓝字 因此在不影响认读情况之下 尽量的简约一些 但是我们必须说 应该规范的写 还是应该写一个简字 但是因为我们在研究书法 所以总是把前任这种写法 作为一种 法则来继承 因此我们写一下这个字 写成东字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 基本是一样的 切成东西 因此 写 Op 写 这里就直接简单的写成一横 这样写 我们下面谈一谈这个字的结构 和点画上有什么要求 向大家说一下 上面这个草头啊 尽量稍稍的宽放一点 尽量宽放一点 宽放一点主要表现的这两笔 让它略微的长一点 宽一点 和下方这个门子呢 形成宽窄差不多的这么一个比例 然后看这个门子 这一笔是有一点弧度的 我们指的是欧凯啊 稍微的弧度 中间呢 向内叶 然后这笔 注意上面这个门的上端 不要写的太长 因为里边还有字 所以如果写太长 就压迫下边了 然后这边也是 先写一竖笔 写一转折 注意竖笔下来 是这样的 有点 有点向外边掖 这样向外边掖 掖到这儿的时候 挑笔起 这有一个小的逆错 然后写这两笔 写完之后 这一横 尽量稍往上一点写 因为冬字很占地步 甚至是个简字 和朋友们 招实地讲 这个篮子不好写 第一是 点化非常的多 第二呢 就是说 在门字 单写的门字 难度就很大 在里面写一个东 或者是一个简字 写的如果写不好 就很拥挤 这个东字啊 写太小了 在里面很猥琐 写太大了 就觉得很笨重 因此 它那个大小合适 而且点化各个方面 都要精到 草头呢 往往写的又很粗重 如果草头就粗重 门字呢 相比之下呢 又比较宽放 也容易写粗重 显得里面的简字 或者这个东字 就更加的 这个这个不容易写 因为再写重了 这个字整个就太笨了 如果再写轻了 又上下内外不协调 所以这个字 就一定难度 好的 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最后再演示一遍 这个这个篮字的啊 这个写法 前辈书家写这个字的时候 也没有很多种的写法 大体上都是如此 再看 草头不要写的太重 当然又不能写太轻 像这开始 这就是基本功 像这种树笔下来 又有弧度 又有力度 这就封上不封上 都不重要 注意 往外页 往外页 这样 用中锋走 往外页 如果你再直着写的话 这个字就歪了 这样 从这个地方开始挑钩 如果觉得一次没有把握 就是逆错一下 这样再挑起来 也可以 再看这儿 东嘴笔 尽量靠上一点 虽然是里边这么拥挤了 但是笔画又不能太细 太细了就上下和内外失调 这里边 不管是东还是简 这个树笔 不要探出框外 应该在这两个笔画的之间 但是不能太短 如果太短 太小的话 显得里边拥挤了 所以写好这个篮子 确实实实是需要下的功夫 好的 我们下面看一看 这个字的行书写法 行书写法呢 前人常见的有两种 一种就是这样 注意 草头 然后一二三 注意 里边不再写成简 直接写成东 而且写成这样一个草书的东 虽然是行书 因为再写 里边如果直接这样写的话 显得里边过于繁琐 当然也有这样写 也不能把它说绝对 所以一般的都把里边 直接写成一个草书形体的这样一个东 这是常见的 大家注意点 关键是这个门子 这个篮子 不管行书 楷书 草书例外 楷书和兴书 都是因为这个门子不好写 注意看 兴书这个门子的笔顺 先写左边一竖 写这一点 写这一点 这样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门子 单写好它就很不容易 前面书家呢 还有一种写法 就是减少一个点 左边一竖 这是短竖 然后这边一点 这样 这样写可以 还有在这边加一 这边再加一点 加点是代表了 这一点 是这样一点 然后这边呢 简约成这样 所以知道这个来龙去脉 另外还有一种啊 这写篮子的这种兴书写法 我也很偏爱它 点写横 写一个长横 然后下边 再这样写 为什么我喜爱这样写呢 因为我觉得 如果写成一个 通常这样一个草头 大家注意看了吗 它上下基本是一样宽 这是整个是一个 基本是直上直下的 如果你写它 把这个草头写得太宽之后 写的就松散 比如这样写 倒是宽放了 然后下面这个门这样写 又觉得又觉得这样写的话 显得野蛮一些 也不好看 所以把它写成两点一横 用这种方法代替草头 出现的时候这个长横 那么就有一个突出点 所以 对朋友们说 无管是楷书 还是姓书 写好这个篮子 确确实实 得需要一点功夫 好的 我们下面看一看 这个字草书的写法 草书这样写 写慢一点 两个点 转过来 又像我们上级讲的 那个橘子 上面是一样的 然后下方 写成这样一个东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 也可以 这个草 草头 可以用这个来代替 蓝字呢 因为下面是个门字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代替 代替 这一款是代替门字的 右边这个长树 或者直接代表门字 下方呢 继续草书的这个东字 就觉得这个字 就轻盈可爱 但是呢 我们还见过前辈书家 写这个 这个蓝字 觉得里边 直接在写这样一个东 还觉得笨中 还有这样写的 这里面怎么写的呢 如果我们不知道过程的话 就看得很乱 实际上是 是这样 写慢一点 交代清楚 这是一部分 然后里边就直接写成这样一个 像欢乐的乐字似的 甚至是蓝字 要弄清楚它 好的 我们再把草书 常见的这种写法 再给大家演示一遍 看 写这个冬字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这个冬字 这个笔 这么转过来 是这样 优斯是这样滚过来的 这个上边 要让它 小 两个点 让它放开 所以我们又说 把新书 凯书 草书 笼统的去这样说 实际上 他们各自有特色 这个特色 有时候很明显 不单是在于 简便不简便 当然草书要简便一些 但是往往有时候 不见得一定要简便 但是草书 草书的 固定写法 我们另外举个例子说 比如说这个未来的位 注意看 皮尔纳都出来 这是凯书 当你这样写的时候 皮尔出来了 这样写点 写成一个长点 这是兴书 特定的兴书写法 但到草书当中 你说还怎么比这简单呢 草书这样 直接左右 一边点个点 说这样准省事吗 也不见得省事 但是草书 是这种写法 因此兴书 是这样写 草书是这样写 那么说 在兴书作品当中 就加上这样的草书写法 它就不是兴书了吗 但是因为这样的资历少 所以整体说还是兴书 但这样的资历多了 就变成兴草 再多了 就变成草型 再多了 就成为草书了 所以它跟 从量变到质变 这有一个过程 所以大家知道一下 凯书 兴书 草书 各有妙用 各有各自的一种 独立的 法则 作词